也受到了远洋气候的影响 鲍鱼今年鱼获减少了 买得到的话价格已经飙到 哦 钱不得有钱多口哦 那还是买得到已经不错了 每一年过年餐桌上面呢 必备的这个鲍鱼今年恐怕有钱都还买不到 有叶姐说呢 开店开了三十年了 还头一次碰到过年没有鲍鱼可卖的情况 老板不好意思我要买一点乌生 好 乌生 老板不好意思我要点如意菜 好 如意菜 老板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卖鲍鱼吗 对不起 白鲍鱼没有耶 老板我要点干丝 好 来点干丝 老老板请问一下有卖鲍鱼吗 哦 没有啊 现在目前还没有卖 这香饭饭的鲍鱼每一年都要吃这一味 但是今年走了好几家店 将近一百样的菜盘上就是没有鲍鱼 就要过年了 明明就是春节的必备菜色 今年圈圆远洋气候变迁 鲍鱼根本就没有鱼货 连在南门市场专卖年菜熟食的店家都说 开店三十年来 头一周遇到这个情形 去年还有钱你还买得到 大概七八百块钱一条 今年是绝对没有了 开店三十年来 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对 第一次 真的不夸张 去年长鱼一公斤就已经要八百元起跳 今年没有或喊价一只鱼 要到九百到一千五百元 十二月底要进货叫货 至少还得再等一个月 长鱼飙涨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过年少了这一位 现在只能用养殖鱼来代替像是香鱼 鲫鱼还有草鱼 家庭主妇说也只能凑合着用 会不会觉得说可能都没办法买了 因为过年都要吃鱼 对啊 太贵了 你买得下手吗 就是买少一点啊 提心吊胆就是怕越接近过年 市场需求过大 价钱再度攀升 每年春节必备的鲍鱼 价格要是低不下来 恐怕真的没人敢买 桌上真的会少了这一位 就像林鲸鲁佩与台北采访报导 就像林鲸鲁佩与台北采访报导